伊斯兰的基本 前言 主啊,一切赞颂全归于你,这赞颂是丰富的、优美的、吉祥的。 我们的主啊,这赞颂正如你所喜悦和你所满意的一样, 并祝福为怜悯众世界而被派遣的使者及其眷属和所有的圣门弟子们。 每个穆斯林必须学习让他能够更好地崇拜真主的教律知识。 这本解释伊斯兰基本原理的小册子, 它收集了穆斯林为遵守教律和崇拜真主所需的各项原则。 祈求真主在我们的言行举止中赐予我们虔诚, 并以此书给伊斯兰和穆斯林们带来益处。 伊斯兰的各项要素 伊斯兰有五项要素。 一个人的信仰只有凭借这五项要素才能成立。 根据伊本欧摩尔,愿主喜悦他们父子俩传述, 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 伊斯兰建立于五大基础之上, 两作证言, 作证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主宰, 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谨守拜公, 玩纳天课, 封赖买丹月的斋戒, 朝进天房, 穆斯林圣讯实录。 第一项要素, 两作证言, 作证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主宰, 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仆人和使者, 一个人只有通过这两个作证言才能够加入伊斯兰, 即他要口诵两个作证言, 在信仰和行为方面实践两个作证言。 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主宰, 他的含义就是, 除真主安拉外再也没有一个真正值得崇拜的主宰, 因此,穆斯林只能向真主祈祷, 只能向真主求救, 只能为真主许愿, 只能为真主献生, 所有的功修都只能归于独一无二的真主。 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仆人和使者, 他的含义是, 服从他的命令, 相信他所传达的一切, 远离他所禁止谴责的事项, 并按照他制定的方式崇拜安拉。 第二项要素, 谨守拜公。 拜公是伊斯兰的第二项要素, 一个人只有按照安拉命令的方式 和使者说明的具体形式, 按时谨守拜公, 他的信仰才能得以成立。 先知愿主福安之说, 穆斯林与不信道者及举办者之间的区别 就是放弃礼拜。 穆斯林圣讯十路, 拜公由主命拜和圣行拜, 真主规定给仆人的主命拜是 每昼夜五番礼拜。 由理智者绝不得放弃, 月经妇和产妇除外。 五番礼拜分别是 臣礼拜两拜, 赏礼拜四拜, 府礼拜四拜, 婚礼拜三拜, 宵礼拜四拜。 聚礼日及星期五的礼拜。 居家者礼聚礼日拜公, 不礼赏礼, 以妈母给人们做两次演讲, 然后带领人们礼两拜。 拜公有效的条件, 需清洁卫生, 敌敬有形无形的污秽, 真主不接受无大小敬者的拜公, 小敬是清洁的一种。 小敬的做法, 先念奉真主之名, 然后洗两手, 把水送入口中, 漱口后吐出, 然后呛鼻, 即把水吸入鼻腔, 再喷出。 然后洗整个脸部, 然后洗两手至两肘, 包括两肘在内。 然后抹整个头部, 包括抹两耳一次。 然后洗两脚至两踝骨。 除抹头外, 每个肢体洗三次为可加。 允许抹靴子和袜子, 但要具备下列条件。 一、靴子或袜子是干净的, 并且能完全遮住脚。 二、洗完小敬后穿上的。 三、不能超过期限, 居家者的期限是一天一夜, 旅行者是三天三夜。 坐完小敬后, 念坐正言是可加的。 我坐正, 除真主外, 绝无应受崇拜的主, 独一无二。 我坐正, 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仆人和使者。 主啊, 你使我成为悔罪之人, 你使我成为洁净之人。 土静 如果一个人是因为生病不能用水或无水可用, 教法规定可以做土静。 土静的做法 双手拍土一次, 其他可做土静的物体, 如石头、沙子等也可。 然后抹脸一次, 再抹两手一次。 土静是伊斯兰宽大容易的体现。 小便、大便、下气及熟睡会导致小静无效。 必须洗大静之事项。 夫妻性骄, 无论涉经与否, 遗经、女人月经和铲血干净后。 大静的方式 用水洗周身, 需漱口和呛鼻。 礼拜的时间 必须按时礼拜, 因为礼拜是定时的主命。 礼拜时间如下。 一、晨礼拜的时间。 从黎明开始到太阳升起时结束。 黎明就是横在天际间南北方向的白光, 它之后再无黑暗, 即白昼出现。 二、赏礼的时间。 太阳升到天空正中央后开始偏息, 就是赏礼开始的时间。 须知, 当太阳从东边升起时, 物体的影子一直变短, 直到太阳到达天空正中央。 此时, 物体的影子不再变短。 在此之后, 物体的影子开始变长。 太阳开始偏息, 这是赏礼的第一时间。 当物体的影子变得与物体本身一样长时, 赏礼时间结束。 三、 辅礼的时间。 辅礼的时间, 从赏礼的时间结束开始, 到太阳发黄结束。 这段时间是选择性的时间。 至于迫不得已需推迟时, 则可以延续到太阳落山。 不允许把辅礼拜推迟到这个时间, 除非是迫不得已。 四、 婚礼的时间。 从太阳落山开始, 到天边的红霞消失散尽结束。 五、 消礼的时间。 从天边的红霞消失散尽开始, 到半夜结束。 拜公的模式。 男女穆斯林礼拜, 必须面向朝向, 卡尔拜的方向, 然后抬起两手, 念大赞词, 真主至大。 然后念, 主啊, 赞你超绝, 赞美你, 你的尊名, 真极庆, 你的尊严, 至高无上, 除你外, 绝无应受崇拜的。 然后念开端章, 奉智人智慈的真主之名。 一切赞颂, 全归真主, 众世界的主, 智人智慈的主, 报应日的主。 我们只崇拜你, 只求你诱助, 求你引领我们上正路。 你所诱助者的路, 不是受浅怒者的路, 也不是迷雾者的路。 开端章第一至七节。 念完开端章后, 念任何一章古兰经, 然后鞠躬, 两手放在两膝盖上, 背部伸平后念, 赞颂我伟大的养主超绝三次。 然后从鞠躬中抬起头, 抬头的同时念, 真主已听到赞美他的人的赞美, 然后念, 我们的养主啊, 一切赞颂全归于你, 这赞颂是丰富的、 优良的、吉祥的。 然后叩头, 七个肢体需着地, 分别是额头和鼻子, 两手掌、两膝盖、两脚尖。 在叩头中念, 赞美我至高无上的养主超绝三次。 然后念大赞词, 真主至大。 在两叩头之间跪坐。 在两叩头之间跪坐时念, 主啊, 求你饶恕我, 主啊, 求你饶恕我。 然后念大赞词, 真主至大, 再次叩头。 在叩头中念, 赞美我至高无上的养主超绝三次。 然后念大赞词, 真主至大, 念的同时站起来礼第二拜。 其余的做法跟第一拜相同。 仆人最临近养主的时刻是在叩头中, 因此在叩头中应该多向真主祈祷。 在第二拜中, 从第二个叩头中抬起头后, 跪坐并坐稳。 念中座太善侯德, 也称拜中跪坐词。 一切祝贺拜功和美颜均归真主。 先知啊, 祝你平安, 祝你得到真主的怜悯和赐福。 祝我们平安, 祝真主善良的仆人平安。 在最后一拜中, 从第二个叩头抬起头后, 跪坐并坐稳。 念太善侯德, 上文提到过。 再念, 主啊, 你祝福穆罕默德及其眷属吧, 犹如你曾祝福伊布拉辛及其眷属一样, 你却是可颂的、光荣的。 主啊, 你赐福穆罕默德及其眷属吧, 犹如你曾赐福伊布拉辛及其眷属一样, 你却是可颂的、光荣的。 接着念, 主啊, 我求你保护免遭坟墓的刑罚、活育的刑罚、生死的磨难、骗子手、 丹扎离的伤害。 然后随意祈祷。 然后随意祈祷。 最后, 说瑟莱阿姆结束礼拜, 转向右边说, 求真主赐你们平安, 并怜悯你们。 然后, 转向左边说, 求真主赐你们平安, 并怜悯你们。 几点提示。 超绝伟大的真主命令为礼拜而装饰自身。 真主说, 阿丹的子孙啊, 每逢礼拜, 你们必须穿着服饰。 你们应当吃, 应当喝, 但不要过分。 真主确实不喜欢过分者的。 高处章第31节。 最低限度就是男人必须遮住肚脐到两膝盖之间的肢体部分, 包括肚脐和两膝盖在内。 女人在拜内必须遮住整个身体、脸和两手除外。 有能力的穆斯林男性必须在清真寺集体完成拜功。 至于穆斯林妇女, 她在家中的礼拜, 则胜过在清真寺的礼拜。 拜功中, 肢体必须稳定。 只有在所有肢体稳定后, 才能从一项主命动作转向下一项主命动作。 赶拜时, 在姨妈母从鞠躬抬起头之前赶上姨妈母, 跟姨妈母一起鞠躬, 才算赶上了这一拜。 在拜功的所有动作中, 必须跟随姨妈母, 不得抢先姨妈母或落后姨妈母。 旅行者简短四拜的拜功为两拜是盛行, 因此赏礼、福礼和消礼各礼两拜。 旅行者可以在赏礼或者福礼的时间内并礼赏礼和福礼, 在婚礼或者消礼的时间内并礼婚礼和消礼。 谁忘记拜功的一项要素, 比如叩头或者鞠躬, 如果他在这一拜中想起, 就必须重新完成这一要素。 如果到第二拜中做同样要素时才想起来, 那么第一拜无效, 第二拜代替第一拜。 无论哪种情况, 他必须在拜功末说斯莱姆之前 口头两次弥补错误。 如果他丢弃了一项义务, 必须的事项, 比如口头中的赞词, 或者鞠躬中的赞词, 或者忘记了第一个跪坐, 即中坐。 如果他还没有进入下一个要素, 他必须返回重坐。 如果已经进入了下一个要素, 不允许返回, 他必须在拜功末尾扣两次头弥补错误。 如果他站起来多理了一拜, 他必须返回, 必须扣头补错。 如果他在拜中产生怀疑, 不知道理了多少拜, 就应该选择更少的拜数, 然后全美地理完剩下的拜数, 并用扣头来弥补错误。 例如, 一个人他不知道自己是理了四拜, 还是三拜, 则确定为三拜, 再理一拜。 拜末扣头弥补错误。 弥补错误的扣头方式, 跟拜功中的正常扣头方式一样。 第三项要素, 天克。 天克, 取之于富人, 用之于穷人的财产。 缴纳天克的财产, 需具备下列的条件。 一, 拥有财产满一年。 二, 达到规定的份额, 达不到则无需缴纳天克。 应缴纳天克的财产有以下几种。 一, 金子和银子。 金子天克的起征点, 为二十枚金币, 即八十五克黄金。 银子天克的起征点, 为二百枚银币, 即五百九十五克银子。 如果金子或者银子达到一定的数目, 过了整整一年, 且这一年中没有减少, 则必须缴纳天克。 现金, 无论是沙币、 美元、 人民币, 还是其他币种, 按照银子的价格进行折算。 现金天克的起征点, 就是银子的起征点的价格。 现金天克起征点的计算方式, 按照银子的起征点, 五百九十五克的现金价格计算。 例如, 一克银子的价格是五沙币, 折算方法为, 五百九十五乘以五等于两千九百七十五沙币。 现金达到这个数目整整一年时, 必须缴纳天克。 二、商品的天克。 所有的商品必须缴纳天克, 无论是一般商品, 还是为了买卖的食物, 需每年进行核算, 其核算商品的价值, 然后根据现金的价值缴纳天克。 个人使用的非盈利性的私有财产不必缴纳天克, 如私人汽车、住房、家具、生产工具等。 缴纳上述财产天克的方式。 计算必须缴纳天克的所有财产, 无论是金子、银子、现金还是商品。 如果财产达到天克起征点, 必须缴纳天克。 计算方式如下。 把财产平均分为四十份, 其中的一份就是天克。 例如,一万沙币除以四十等于二百五十沙币。 二百五十沙币就是必须缴纳的天克。 提示,出租的物品, 物品本身及其价值都不缴纳天克。 所得的租金从合同签订算起, 满一年要缴纳天克。 为了获利而卖的东西, 其价值必须缴纳天克。 例如,一个拥有房产的人, 他卖房产的目的是为了赚钱, 那么房产的价值, 包括所赚的利润在内, 在满一年后必须缴纳天克。 如果他的房产是为了出租, 则租金满一年后要缴纳天克。 三、牲畜的天克。 必须缴纳天克的牲畜是三种, 骆驼、牛、羊。 其条件为牧房, 意思是整年或者一年中多数的时间都是牧房而非圈养的。 如果是圈养喂饲料的, 不是用来买卖的牲畜, 则无需缴纳天克。 如果为了买卖, 则按商品对待缴纳天克。 按照伊斯兰教法, 牲畜天克的起征点有特定的数量。 骆驼的天克起征点是五峰, 牛的天克起征点是三十头, 羊的天克起征点是四十只。 每一种牲畜的天克数额在教法书籍中有详细的说明, 此处不再赘述。 4. 谷物及果实的天克 地里出产的谷物和果实, 如果达到教法规定的起征点, 必须缴纳天克。 缴纳的时间是收获的日子。 如果谷物和果实不是付出劳力去浇灌的, 如靠雨水浇灌的, 需缴纳十分之一。 如果是付出辛劳去浇灌的, 如用农具等浇灌的, 则需缴纳二十分之一。 能够享用天克的八种人。 除了这八种人之外, 天克不允许给其他人。 这八种人分别是, 1. 贫穷者 2. 赤贫者 3. 管理天克者 即征收天克和保管天克的人 4. 心被团结者 就是那些加入伊斯兰后内心还没有稳定, 给予他们天克后能够使他们的心灵更加稳定的那些人。 另有学者主张, 是那些给予他们天克后他们有很大的希望加入伊斯兰的人。 5. 无利赎身者 6. 负债而无利偿还者 7. 为主道工作者 8. 途中穷困者 8. 天克不允许给予直系的上辈, 即父亲和母亲, 也不允许给予直系的下辈, 即儿女。 如果上辈和下辈负债, 到期限后无利偿还, 则可以把天克给予他们还债。 8. 缴纳天克可以净化心灵, 同时寻求真主那里的赏赐。 他需想到缴纳天克不会使财产减少, 只会给财产带来极庆, 使财产干净、纯洁。 第四项要素 赖买单月的斋戒 由理智的成年穆斯林, 整个赖买单月, 及伊斯兰教历九月, 必须摘戒。 摘月从见到赖买单月新月开始, 到见到陕瓦里月, 及伊斯兰教历十月的新月结束。 封摘者从黎明到太阳落山, 禁止吃、喝及同房。 如果他吃、喝及同房, 或用其他的方式满足性欲, 则摘戒无效。 摘月白天不允许同房, 谁犯禁, 则必须向真主忏悔, 且必须环补那一天的摘。 与此同时, 他必须进行法属。 法属就是释放一个有信仰的奴隶。 如果无能力释放奴隶, 他必须连续摘戒两个月。 在教律允许的个别原因外, 两个月内不得中断摘戒。 如果他不能连续摘戒两月, 则必须供给六十个平民一天的饮食。 如果因为贫穷, 确实无能为力, 则无需罚属。 这是伊斯兰宽大的体现之一。 摘月白天不允许开斋, 除非有教法允许的理由。 教法允许穆斯林开斋的理由是, 旅行、生病, 确无能力封斋, 月经妇和产妇不许封斋。 因故不能封斋者, 来买单月结束后, 必须还补斋月内所缺的斋。 因慢性病不能补斋者, 针对没有封斋的天数, 每天给一个平民提供一天的饮食。 第五项要素, 朝静。 朝静是对真主一种特别的崇拜方式, 就是按照使者规定的方式, 旅行到卖家完成朝静的各项仪式。 每个成年理智健全, 有能力的穆斯林, 一生朝静一次是必尽的职责。 成年的标志, 要么出现梦遗, 要么长出阴毛, 要么满十五岁。 女孩子成年的标志, 则是月经出朝。 复朝, 即小朝, 可以在全年内独立完成。 不同于正朝的是, 正朝必须在特定的日子完成。 复朝就是按照使者规定的方式环游天房, 完成复朝的仪式。 复朝的方式 举翼复朝者前往卖家的戒官。 戒官在卖家外围, 是为进入卖家完成正复朝所专门设定的地点。 穿上戒衣, 内心举翼受戒, 然后念, 主啊, 想应你的号召, 我来复朝。 他进入受戒状态, 复朝受戒生效。 禁止受戒者做的事项。 1. 消除毛发。 禁止男女受戒者消除, 无论剔或拔身上的任何毛发, 非人为自然脱落则无妨。 2. 剪指甲。 禁止男女受戒者剪任何指甲, 非人为自然脱落则无妨。 3. 用香料。 禁止男女受戒者在受戒后用香料, 身体、衣服上都不允许。 禁止男女受戒者穿某有香料的衣服。 4. 打猎。 禁止男女受戒者在受戒状态下捕猎陆地的可食猎物。 打猎对于进入境地的人也是禁止的, 即使他没有受戒也罢。 5. 允许在猎物以外的牲畜, 比如骆驼、牛、羊。 5. 允许捕猎海中的动物。 5. 结婚。 不允许递结婚约, 不能为自己也不能为他人递结婚约。 受戒期间不能与妻子同房, 同房破坏受戒。 不允许轻递妻子, 除非他第二次开戒后。 6. 遮头部。 仅针对男性, 不允许男性受戒者用衣服、 头巾、帽子等遮住头部。 7. 穿缝制的衣服。 仅不允许男性受戒者穿缝制的衣服, 如衬裤、长裤、背心、夹克、衬衣、袜子等等。 8. 女性受戒者戴手套。 他在外男人跟前要遮住两手, 但不是戴手套。 9. 女性受戒者戴面纱、面罩。 他在外男人跟前要遮住面孔, 但不是用面纱。 9. 然后开始念应照词。 9. 主啊,我应照而来, 我应照而来,我应照而来。 9. 你独一无偶,我应照而来, 一切赞颂恩惠国权均属于你, 你独一无偶。 持续重复地念应照词, 直到抵达天房科尔本, 看到天房时,停止念应照词。 9. 然后开始环游天房, 从黑石角开始。 如果能够的话, 亲吻黑石, 或者面向黑石, 用右手指点并念大赞词, 真主至大, 然后继续环游, 环游七圈。 每当游转到黑石那里, 亲吻黑石, 或者面向黑石, 用右手指点并念大赞词, 真主至大。 环游完毕后, 尽量离开环游的人群, 以免伤害到他们, 并且离两败。 然后前往缩法山和环游山。 先从缩法山开始, 登上缩法山, 面向天房, 伸起两手, 用自己喜欢的祈祷词, 向真主祈祷, 然后下山, 奔向环游山。 到达环游山就是完美的一圈, 然后登上环游山。 环游山上的做法与缩法山上的做法完全一样。 然后下山奔向缩法山。 达到缩法山就是第二圈, 就这样来回奔走, 直到完成七圈。 奔走结束于环游山, 最后一圈不站在山上祈祷, 然后剃光头或者剪短头发开戒。 剃光头更好。 女人则剪短大约一寸的头发开戒。 所有应受戒禁止的事项 此时成为允许的。 正朝的方式 只能在教律规定的时间内 完成朝境的功课。 朝境的月份 伊犁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伊犁十二月八日开始正朝最重要的功课。 正朝的功课结束于十二月十三日。 男女穆斯林可以自由选择朝境的三种方式。 一、享受朝、二、单朝、三、联朝、享受朝。 朝境者在朝境月份完成复朝、 剪短头发开戒。 所有应受戒禁止的事项 对他来说变成允许的。 到十二月八日、朝境者举议为正朝受戒。 他必须进行正朝的环游天房仪式和缩法山与马尔沃山之间的奔走仪式。 他必须献生,即在宰生节当天宰生。 单朝,即单独进行正朝。 单朝者必须进行正朝的环游天房仪式。 必须进行正朝的缩法山与马尔沃山之间的奔走仪式。 不必献生。 联朝 举一把正、负朝连在一起完成,中间不开戒。 联朝者需进行正、负朝的环游天房仪式。 必须进行正、负朝的缩法山与马尔沃山之间的奔走仪式。 必须献生。 除了举一不同和联朝者必须献生外, 单朝和联朝的功课没有区别。 如果联朝或单朝者在正朝的日子之前到达麦家, 他要完成出游,又称报道游、庆贺游。 出游是盛行。 完成出游之后,允许把正朝的奔走, 即缩法山与马尔沃山之间的奔走仪式提前完成。 必须保持受戒的状态, 直到在生节摄食、剃光头或剪发之后开戒。 正朝的日子 伊利十二月八日 这一天被称为保隐日 保隐日耶稣米纳为可佳的事项。 伊利十二月九日, 即阿拉法之日 朝静者来到阿拉法山, 驻扎阿拉法山, 直到太阳洛山。 十二月九日驻扎阿拉法山是朝静的一项要素。 即使是白天的一部分时间, 或者太阳落山后, 也必须到阿拉法山驻扎一段时间。 没有驻扎阿拉法山的朝静是无效的。 伊利十二月十日夜晚 这一天晚上, 从十二月九日太阳落山开始算起, 一直到十日黎明。 朝静者耶稣穆斯特利法直到黎明, 允许体弱者及其陪同人员 在大半夜之后提前离开穆斯特利法。 伊利十二月十日, 即宰生节, 它是全体穆斯林的节日。 朝静者在这一天要设大石柱, 剃光头或剪短头发。 完成这些开戒事项后, 它就可以开戒了, 可以穿上平时的衣服, 但不允许同房, 直到仿游天房后。 伊利十二月十一日, 十二日,十三日。 这三天是在生节后的三天, 称之为晒干肉的日子。 朝静者耶稣米娜, 每天必须用小石子设三根石柱, 每设完一根石柱后祈祷, 设完最后一根石柱后不再祈祷。 允许朝静者十二日设时后, 太阳落山之前离开米娜。 朝静者在离开麦家之前, 必须持有天房, 月经妇,产妇不必持有。 七项毁灭性的大罪。 根据艾布胡雷瑞的传述, 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 你们远离七项毁灭性的大罪。 有人问, 真主的使者啊, 那都是什么呢? 使者说, 遗物配主, 魔术, 杀害无辜, 吃利息, 侵吞孤儿的财产, 临阵脱逃, 诽谤真杰的妇女, 来自布哈里和穆斯林圣讯时录。 一,遗物配主。 遗物配主是真主永不饶恕的大罪。 伟大的真主说, 真主必不设诱遗物配主的罪恶。 他以自己所抑郁的人, 而设诱比这差异等的罪过。 谁遗物配主, 谁已犯大罪了。 古兰经妇女章第四十八节。 任何人不得以物配主。 无论是在真主的养育性、 受败性、 真主的尊名及属性方面, 都不允许以物配主。 真主是宇宙的创造者、 供养者和安排者。 没有任何人参与真主的创造。 除真主外, 没有任何人预定万事、 安排万物。 同样不允许在崇拜真主的同时, 用任何一项功修去崇拜被造物。 不允许祈祷任何人。 在专属真主的权利方面, 也不允许向任何人求救。 因此, 向死人求救是以物配主。 无论他们是先知、 贤人还是天使。 谁向死者、 天使、 使者、 贤人寻求说情或求救, 他已经以物配主了。 伟大的真主说, 真的, 忠诚的政教只能归于真主。 舍真主而以偶像为保护者的人说, 我们崇拜他们, 只为他们能使我们亲近真主。 真主将判决他们所争论的是非。 真主必定不引导说谎者、 孤恩者。 古兰经对五章第三节。 像真主以外的任何被造物要求说情的人, 被称为不信道者。 这是一种蒙昧时代的以物配主的方式。 古代的多神教徒, 他们知道真主是创造者、 攻击者、 安排者。 真主说, 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 他们必定说真主。 你说,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不然他们大半不知道。 古兰经路克曼的章第二十五节。 但是, 他们却选择良善之事或者偶像为求情者, 要求偶像在真主那里为他们求情, 他们因此陷入以物配主之中。 圣门弟子求真主喜悦他们, 及他们之后优秀的先贤们, 他们没有到使者的坟墓那里, 要求使者为他们说情, 或者向使者求救等等, 他们直接向真主祈祷。 伊斯兰信仰的体现之一就是, 穆斯林作证, 真主以正道和真理派遣了穆罕默德, 愿主复安之。 穆罕默德, 愿主复安之树立了民政, 传达了责任, 忠告了伊斯兰民族, 他真实地为主道而奋斗。 穆斯林作证真主将士的最完美的经典, 是尊贵的古兰经。 古兰经是真主的言词。 真主在最高贵的夜晚, 用最优美的语言, 把古兰经降在最尊贵的地方。 真主以古兰经, 向古兰伊斯的不信道者挑战。 它是一部奇迹的经典, 虚伪不能与之抗衡。 它阐明了许多优玄之事, 带来了大量的奇迹。 它受真主保护, 毫无增减。 穆斯林作证在先知之后, 这个民族中最优秀的人是圣门弟子们, 求真主喜悦他们。 最优秀的圣门弟子是使者的继任者, 忠诚的阿布巴克, 其次是奥马尔以bn哈塔ب, 然后是乌斯曼以bn阿芬, 然后是阿里以bn阿布塔利ب。 祈求真主喜悦他们, 使他们满意。 我们喜爱先知的家属, 我们在礼拜中祝福他们, 正如先知命令我们的一样。 先知的家属, 包括先知纯洁优秀的妻子们, 无一例外。 我们归信真主的众天使, 归信真主将士的所有经典, 归信真主派遣的全部使者, 玛瑞耶姆之子阿里萨是众使者之一, 他是真主的仆人和使者。 我们归信死亡之后的复生, 归信乐园是真实的, 火域是真实的, 我们归信一切好歹的前定。 2. 魔术 魔术属于叛教行为, 它包括使夫妻离间或者恩爱的巫术。 谁从事魔术或者喜欢魔术, 他已经陷入叛教之中。 伟大的真主说, 他们教人魔术, 并将巴比伦的两个天神哈鲁特和马鲁特所教的魔术教人。 他们俩在教授任何人之前, 必说, 我们只是试验, 故你不可判到。 黄牛章第102节 3. 杀害无辜 即侵犯真主禁止杀害的无辜生命, 涂炭生灵。 伟大真主严厉地警告故意杀害姓氏的人。 真主说, 谁故意杀害一个姓氏, 谁要受火欲的报酬而永居其中, 且受真主的浅怒和弃绝。 真主已为他预备了重大的刑法。 父女章第93节。 4. 侵吞孤儿财产 孤儿是指成年之前失去父亲的人。 侵吞孤儿的财产就是非礼的侵吞或霸占孤儿的财产。 伊斯兰纯洁的教法严禁侵占别人受保护的财产。 侵占孤儿的财产是最卑劣的罪行, 最大恶极。 5. 吃利息 利息的种类很多。 就像甲借钱给乙, 条件是债务到期后乙要多偿还一些。 例如,甲给乙借了一千沙币, 到期后甲要求乙偿还一千二百沙币。 拿取超出债务的部分是不允许的。 真主的使者诅咒吃利息者, 让人吃利息者。 记录者以及见证者。 利息是最严重的罪过之一, 是大罪中的大罪。 6. 临阵脱逃, 即从战场上逃跑。 但两种情况例外, 正如伟大的真主所说, 除非因为转移阵地或加入友军, 在那日谁已被向敌, 谁要受真主的浅怒, 他们的归宿是火狱, 那归宿真恶劣。 战利品章第十六节。 7. 诽谤真结的女人。 诽谤诋毁真结的妇女的名誉, 诬陷她们通奸。 除了这七项毁灭性的大罪之外, 还有许多的大罪。 例如,通奸。 它是一项非常严重的罪行。 真主以重大的刑罚警告通奸者。 通奸就是跟一个对她来说非法的女人发生性关系, 即使双方自怨也罢。 真主只允许以婚姻的方式与女人发生性关系。 伊斯兰的部分法律。 婚姻。 伊斯兰倡导合法的婚姻, 鼓励结婚, 规定结婚是盛行。 教律允许一个男人同时娶四妻, 但条件是要公平对待。 不允许同时娶两姐妹, 不允许同时娶异女人和她的姑妈, 也不允许同时娶异女人和她的姨妈。 在不属于私自优惠的情况下, 观看被求婚的女人是教法所规定的。 婚姻必须征得女方的同意。 在男女双方自愿, 女方的监护人替女方缔结了婚约, 且有两个证婚人参加, 那么婚姻关系就成立。 聘礼越简单的女人, 是获得吉庆越多的女人。 宣扬婚事是盛行, 在婚礼中打手骨是对妇女特许的盛行。 必须善待妇女, 因为使者说过, 最优秀的人是最善待家属的人。 必须为男孩举行割礼。 离婚 伊斯兰倡导持久的婚姻, 因为它是联系家庭的纽带, 教律严禁拆散家庭。 伊斯兰为了减少离婚的发生, 未离婚规定了一些法度。 教律严禁超出这些法度, 要离婚的人, 必须按照盛行的方式离婚。 盛行的离婚方式, 就是在女方洁净期, 男方尚未与她同房的情况下离婚, 或者在女方怀孕的情况下离婚。 如果女方在月经期间, 或者女方在洁净期, 但是男方已与她同房, 这种情况下不允许男方离婚, 直到女方来月经, 一直到月经干净。 这时, 如果她要离婚的话, 方可离婚。 丈夫必须让妻子待在家中, 直到待婚期结束。 待婚期是妻子来三次月经的时间。 孕妇的待婚期直到她分娩为止。 绝经妇女的待婚期为三个月。 说离婚的言辞, 言禁超过三次。 食品 原则上一切加美的无害的食物都是合法的。 所有有害的食品, 不允许吃, 也不允许买卖和送人。 在牲畜的时候, 必须念真主的尊名, 必须以更好的方式屠宰。 屠宰的时候要善待动物, 不得折磨, 且需在教法规定的位置屠宰。 这是伊斯兰仁慈的体现。 再生者必须是穆斯林或者有经典之人, 包括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 伊斯兰严禁吃自死物、 猪肉、猛兽及有利爪的胸情。 各类酒, 无论多寡都为非法。 道德 真主的使者愿主服安之说, 穆斯林对穆斯林应尽的义务有五项。 应答Selam, 探望病人, 送葬, 占病礼, 接受邀请和听到打喷嚏的人赞颂真主时为之祈祷。 来自布哈里和穆斯林圣训实录。 伊斯兰鼓励人们需具备优良的道德和美好的品行。 重大的赏赐有赖于优良的道德和美好的品行。 伊斯兰命令善待各阶层的人。 穆斯林要爱人如己。 伊斯兰规定必须孝顺双亲、善待双亲。 严禁用任何一种方式来伤害双亲。 伊斯兰规定要周济至亲骨肉, 无论是子女、弟兄、叔父、舅舅或其他亲戚。 严禁被谈他人。 被谈就是谈论一个不在场的人他不喜欢的事。 严禁搬弄是非、挑拨离间。 就是以破坏两人的关系为目的, 在两人之间传话。 严禁骄傲自大, 藐视他人, 反对真理。 穆斯林必须诚实守性。 世强凌弱, 对他人行亏的这种行为, 在复生日是重重的黑暗。 亏往他人者必须返还被亏者的权利。 被亏者的祈祷与真主之间没有屏障。 一切赞领真主, 众世界的主, 并祝福为怜悯众世界而被派遣的使者, 及其眷属和所有的圣门弟子。